女人经常说这四句话,男人会越来越爱你 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男人足够爱自己 男人在一起后,女人有时候会抱怨自己的男人不够爱自己 对自己没有那么上心 其实很多的爱情不是光有爱就行了 想让男人越来越爱你,越来越对你好 女人需要用一点技巧,这样才能牢牢抓住男人的心 越来越爱你 比如女人可以经常对男人说这几句话 一,老公谢谢你 男人经常在为女人付出,女人应该心存感恩 没有谁是欠你的,也没有谁必须应该为你做什么 爱你的男人是因为爱你,心甘情愿为你做很多 女人一定要懂得感恩,理解男人的付出 适当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这样男人才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才会愿意继续为你付出 二,老公辛苦了 男人为了给心爱的女人优质的生活 往往会出去打拼,吃很多苦,受很多累 但只要女人能够理解自己 男人就会觉得自己很值得 更会充满了动力,更加有镜头的去奋斗 心甘情愿的去为女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也会觉得这样的女人值得他辱力的去爱 三,老公你好棒 男人有时候像孩子一样需要不断的鼓励和肯定 当男人做了某件事后,你给予他充分的肯定 他心里会美滋滋的 每一个男人都希望能够得到自己女人的认可和敬佩 这样会鼓舞他们越来越努力 觉得你值得他去付出 四,老公别太累 男人很需要女人的关心和疼爱 也需要女人温暖的问候 男人每天出去辛苦打拼 当你心疼的嘱咐他别太累的时候 他心里肯定会暖暖的很幸福 看到自己的女人这么疼爱自己 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男人表面总是看起来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其实也有弱弱的一面 也需要女人的关心和疼爱 女人对于自己的老公千万不能吝啬自己的语言 都要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这样男人才会越来越有动力 并且越来越爱你 好 不到 快乐 1 2 9 Not 4 有 4 10 10 感谢观看